本节目由90玩具 Porto Store赞助播出 有玩PTCGO的线名 可以到Porto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当然是新卡情报三分钟 其实就是宝克奇伦的新卡版本哦 用约目三分钟的时间 来细说新卡的用途有哪些 今天我们先看到的是 雷吉多拉哥VSTAR 对应着雷吉艾勒琴的速度 雷吉多拉哥教徒出了是他的HP 这也使他的HP在VSTAR中为最高的280 那么在进入阵地之前 还没订的帮忙订阅下吧 绝对天线影片做得很辛苦 想要抖累的也可以超级感谢 或加入会员支持 首先看看雷吉多拉哥V 第一招一五可以使用 将自己排库上方三张卡丢弃 将其中的能量卡 全部赋于这只宝可梦身上 第二招两草一火 打130点 对对手一只背载宝可梦也受到30点伤害 接着是主角雷吉多拉哥VSTAR 两草一火可以使用 选择自己气排区的一个龙宝可梦持有的招式 作为这个招式使用 VSTAR力量特性 在自己的回合时刻使用 将自己的排库上方七张卡丢弃 然后从自己的气排区 任意选择最多两张卡 再给对手看过后加入手牌 这个能力类似梦幻MIMEX 只要满足自身的能量需求 就可以学习其他宝可梦的招式 有别于梦幻MIMEX学的是被战区 这次的雷吉多拉哥学的是气排驱龙宝可梦 只限地龙属性 并没有限制基础这点 跟以前的超梦幻GX有点像 不过当时是以特性来做驱动 且能量需符合学习的对象 而这次的雷吉多拉哥 是满足自身能量还是有差别 加上不限制基础的话 我们就可以学习很多需要进化的龙宝可梦 今天就来整理雷吉多拉哥VSTAR 能学的招式十种选择 1. 奇拉蒂娜VSTAR 奇拉蒂娜280点的伤害 能直接弃绝宝可梦VSTAR 不管在放逐或RR的系统中都备受瞩目 如今在同样吃草能的雷吉多拉哥里 一定也有他的位置 至于是否要放到基础以及其他放逐卡片 就看玩家们构筑的方向了 2. 喜吹灵美龙VSTAR 相信许多训练家都受过这减伤的痛苦 打200的伤害又能减伤80 投入个一张能在中期扛奖伤卡的进度 3. 烈羊路沙V 直接对一只宝可梦造成220点伤害 能打被战这点 只要玛娜飞不在 就能直接弃绝宝可梦V 不过需要丢弃三个能量 可能适合HP剩不多的多拉哥 或最后收尾时使用 另外撤退无需能量这点 也较不怕开局卡住的问题 4. 沙漠蜻蜓V 对上VMAX能有320打点 比起其他地纳 更能有效弃绝VMAX 能量一样有槽属性 有投入多能量的话 必要使你能使用自己来输出 5. 烈空座VMAX 由于雷吉多拉哥本身就有吃到火能量 若未来有快速填火能量的方式 是可以考虑的 6. 铝钢龙VMAX 不积附加效果这点 这张铝钢龙VMAX 是伤害量能打出较大的 在面对内战对方学洗脆连美龙VS的话 能用铝钢龙的招式来突破 7. 快龙 与这次新卡情报一同登场的快龙 能打180点伤害 又能从排库任意填三个基本能量 宛如救急之光重生一般 会是雷吉多拉哥第一拳最想打的招式 8. 拉帝亚斯 如果未来宝可梦VMAX较多的话 9. 蒂亚路卡 让对手宝可梦V无法使用招式 招式合来应对常常单众的排行 9. 吉格尔德 如果不想投入列亚路沙V的话 这张吉格尔德也能在后期达到相同的效果 本身招式能量需求吃草豆无 一样有跟多拉哥重复吃到草能量 以上就是检索出来的实选 由于雷吉多拉哥只学气排去的龙宝可梦 因此有投入列亚路沙V或三木青帝V 这类基础龙宝可梦的话 可在斟酌投入列目 让你能顺利使用该招式外 也能避免不能进化的他们被抓出去气绝 另外训练家也可投入雷吉多拉哥 虽然学习他的招式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不过作为一张加上卡的打手 这张能量需求一样为草草屋也是不错的 好啦今天的介绍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按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哦 影片结束 拜